不知为何 尹秋天不确定发生了什么 但他知道 具以如此隐秘的方式出现 一定有原因 尽管 他也不完全确定 这到底有多隐秘 他抿紧嘴唇点了点头 我去跟老师说一声 下节课出来 现在是课间休息 这样可以吗 如果我说 这是觉醒者管理局找我有事 应该没问题 你等我一会儿 具的眼睛藏在阴影里 冷冷地笑了笑 车一仔微微点了点头 提高了一点声音问道 要我装在袋子里吗 你要拿的东西挺多的 要 围栏后面的朋友们 急切地尖叫着回应 他熟练地拿出一个 像咖啡馆里用的那种纸袋 折好 把炒年糕杯和木签放进去 尹秋天接过袋子 微微低下头 多言紧紧抓住围栏喊道 哥哥 你要在这里待多久啊 嗯 我 哥哥 他知道他是谁吗 尹秋天被朋友 随意地称呼方式吓了一跳 车一仔一脸疑惑地指着自己 多言热情地点头 他挠了挠脖子回答道 我很快就走 不 你应该继续卖 我会疯狂地帮你宣传 我有很多朋友 不 不用宣传了 已经有很多人来过了 我们午饭的时候能再来吗 那时候 你们不是应该吃学校的午饭吗 炒年糕看起来比学校的饭菜好吃 吃营养师辛苦准备的饭菜 不要吃炒年糕这种垃圾食品 车一仔挥手让他们走 尹秋天点点头 把袋子递过围栏 然后又轻松地翻了过去 看了看时间 课间休息快结束了 尹秋天催促着朋友们回到教室 他最后回头看了一眼 车一仔已经从卡车上下来 正在收拾东西 最后 他们不得不一边跑上两级楼梯 一边吃炒年糕 但是味道 嘿 这是怎么回事 太疯狂了 太好吃了 呃 该死 我应该要一万韩元的 我会永远后悔的 我应该不吃午饭 只吃这个 他们午饭的时候还会有吧 拜托 为什么这么好吃 剧真的是那种 什么都擅长的超人吗 尹秋天表情严肃地 嚼着炒年糕咽下去 这是他吃过的 最好吃的炒年糕 尹秋天蹲下来 四处看了看 幸运的是 似乎只有他一个学生 逃课跑出来 他迅速翻过围栏 虽然卡车已经关上了 但炒年糕的鱼香 仍让他垂涎欲滴 知道了味道 只会让他更难抗拒 尹秋天闭上眼睛 敲了敲卡车的副驾驶门 一个黑色的棒球帽 突然从车窗后面冒了出来 车一仔把面具拉到下巴处 小声说道 上车 尹秋天打开卡车门 爬上了副驾驶座 车一仔看了他一眼 出勤不重要吗 你可是高三学生 尹秋天坚定地摇摇头 表情坚决 但是 如果追大老远跑来 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 车一仔用手指敲了敲方向盘 然后严肃地说道 如果你因为出勤问题 错过了梦想的学校 我就让李思英来挖你 不 不 不用了 真的没必要 尹秋天赶紧摇头 一想到李思英冰冷的语气 和紫色的眼睛 他就不含而立 他宁愿加入绝行者管理局 尹秋天紧紧抱着书包 偷偷看了车一仔一眼 凑近一看 他看起来很疲惫 眼睛下面有黑眼圈 受不了甘大的沉默 尹秋天脱口而出 那个炒年糕 真的很好吃 我所有的朋友也这么说 真的吗 车一仔疲惫地笑了笑 轻声笑了起来 看来很成功 这是我第一次做 有些人甚至说 他们宁愿吃这个 也不吃学校的午饭 那不好 他们需要吃正常的饭菜 这只是他们说他很好吃的方式 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 也许我不当猎人了 就开个店 车一仔开玩笑地系上安全带 他发动汽车的样子 看起来很熟练 想起来了 铀的身份应该是保密的 他有驾照吗 用他的真名吗 尹秋天也系上安全带问道 你什么时候拿到驾照的 我没有 什么 自信地回答让尹秋天震惊 他就这么承认无证驾驶 这样可以吗 他现在应该给正兵警官打电话吗 当然 即使出了事故 却和尹秋天也不会受伤 不过 尹秋天还是紧紧靠在车门上 以防万一 那你怎么开车来的 一条鲸鱼帮我开的 这是个玩笑吗 他看起来太严肃了 车一仔一握住方向盘 五条红色的鲸鱼 就从方向盘中间冒了出来 他们在车里散开 很快卡车就自己开动了 尹秋天张大了嘴巴 这 这是怎么做到的 我也不太清楚 这辆卡车是鲸鱼借给我的 我觉得这是某种把戏 自动驾驶的鲸鱼 尹秋天把涌到嘴边的玩笑话咽了下去 窗外掠过学校和早上通勤时熟悉的场景 学校远远地落在后面 尹秋天终于开口了 关于我们之前谈的 我觉得我不能再和另一个我说话了 感觉我已经和他完全融合了 从那天起 连我自己都不能和他对话了 我明白了 但是我可以分享我看到的 我不知道所有的事情 但是 嗯 时钟 尹秋天闭上眼睛集中精力 自从和另一个自己融合后 他偶尔会回忆起不属于他的记忆 他延伸自己的思绪 就像画思维导图一样 时钟 被毁灭的世界 末日 剧 李思音 突然 他的脑海中亮起一道亮光 尹秋天睁开眼睛 他的双手闪耀着鲜艳的颜色 他赶紧抓住车翼仔的胳膊 虽然一开始 他一脸一惑地看着他 但很快就明白了 也闭上了眼睛 尹秋天也照做了 他们的意识开始下沉 沉入一个遥远的地方 你是说你想见李思音 一个潮湿 低沉的声音 在一片惨白的空间中回荡 随着指张沙沙作响的声音 一个尖锐的声音回应道 你为什么要找那个 从不离开家的家伙 就当他死了吧 蜜蜂 什么 我说错了吗 冷静点 回答我 裴元宇 我说错了吗 我们出去说 走吧 走吧 一个高大的身影 带着尖锐的声音离开了 尹秋天眨了眨眼 发现自己在一个昏暗的房间里 四周都是书架 摇曳的烛光 投下一个不祥的影子 扭曲成怪异的形状 虽然他的话很刺耳 但蜜蜂是对的 一个沙哑 破裂的声音响起 一个身影 啪的一身和尚书 几缕白发 乱蓬蓬的 垂在他的脸上 车一仔抬起头 眼睛睁得大大的 是男羽震 但不是他记忆中的样子 男羽震的身体消瘦 几乎像一具木乃衣 他沉重地喘着气 眨着苍白 赤热的眼睛 这是他还是车一仔认识的 那个人的唯一迹象 他沙哑的声音喃喃道 我制定计划的时候 不把他算在内 他不再是一个有用的资产了 如果绝还在的话 也许情况会不一样 但是 他瘦骨灵循的手指 按在太阳穴上 虚弱地咳嗽了一声后 一股白色的液体 从他嘴里流了出来 伴随着金属般的血腥味 虽然是白色的 但无疑是血 他挣扎着说完了这句话 我们已经没有句了 你没事吧 站在车一载旁边的尹秋天 关切地问道 他现在长大了 是个成年人 就像他在那些零碎的画面中 出现的样子 男羽震擦了擦嘴回答道 没事 不 我在忠实地一天天走向死亡 男羽震重重地靠在椅子上 但别担心 我会尽可能地坚持下去 如果我死了 这个地方也会崩塌 所以我会忍耐 虽然看起来 已经有部分开始崩塌了 车一载环顾四周 一个图书馆 摆满了书 这一定是西院工会 但是 为什么图书馆的主人 会如此虚弱呢 然后车一载意识到了真相 没有人可以毫无代价地治愈别人 男羽震的治愈能力 一定是以他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的 这就是系统的法则 尹秋天咬着嘴唇 几乎咬出血来 犹豫了很久 他的手紧握又松开 最后他小心翼翼地开口 声音有些紧张 如果 假设 只是假设 如果我们已经经历了世界末日 就在一切都结束之前 时间被倒转了 这就是我们来到这里的原因 你会怎么想 男羽震闭着眼睛难难道 如果是真的 那我们已经失败了 一片沉重的沉默降临 尹秋天声音紧张地继续问道 但是 如果我们能再一次让时间倒流呢 男羽震缓缓地眨了眨眼 尹秋天紧紧地攥着拳头 我 你可能不相信我 但我看到了上一个世界 他和我们的世界有点不同 但我们在那里 末日降临了 俊拼命战斗 却失败了 然后 他们让时间倒流了 用那个时钟 在最后一刻 俊拿着的时钟没有破碎 俊是最后一个拿着他的人 所以 如果我们能找到那个时钟 也许我们也能让时间倒流 我们可以再获得一次机会 尹秋天说完 气喘吁吁 男羽震深吸了一口气 对他来说 连呼吸似乎都很困难 但他还是强迫自己回应 如果那是可能的 那将是一个奇迹 而现在 我们需要一个奇迹 但是 他那燃烧着白色火焰的眼睛 静静地凝视着尹秋天 他紧握的拳头在颤抖 男羽震微微歪了歪头 他瘦骨灵巡的手指 几乎无法动他 你在犹豫 尹秋天咬着嘴唇 男羽震呼出一口粗气 闭上了眼睛 当然 你会犹豫 让时间倒流 意味着放弃这个世界 所以 这是我的看法 男羽震慢慢地 将他瘦骨灵巡的双手 合在一起 我们不能仅凭我们的判断 就放弃这个世界 人们仍在与末日抗争 我们不能就这样抛弃他 尹秋天想说些什么 但又闭上了嘴 男羽震点了点头 几乎像是在打瞌睡 我理解你的想法 你在想 如果无论如何 我们都无法战胜末日 那么战斗还有什么意义 一切都将被毁灭 是的 没错 但是 男羽震把尖尖的下巴搁在手上 一个扭曲的笑容 在他憔悴的脸上蔓延开来 我们的失败将为成功奠定基础 我相信这一点 你想到了一个办法 不是吗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但你看到了 却在最后关头让时间倒流 让我们也把这作为最后的手段吧 他燃烧着白色火焰的眼睛 在空气中搜索着 然后聚焦在某个东西上 那正是车一载所站的地方 他有可能看到他吗 不 那不可能 这是不可能的 然后 一个明亮的笑容出现在他毫无生气的脸上 他干枯的嘴唇动了动 末日悄然降临 没有理由 没有目的 他只是到来 夺走一切的生命 仿佛这是自然的秩序 就像一场自然灾害 无法避免他 但我们可以减少损失 为了找出方法 我们必须战斗到最后 他干枯的手指指向车一载 南宇阵的低语像一道闪电击中了他 我们会找到办法的 车一载的眼睛猛地睁开 不 一声喇叭声响起 车一载倒吸一口凉气 回过神来 卡车已经行驶在一条 挤满汽车的道路上 这里不是黑暗的图书馆 车一载迅速转向右边 一直搭拉着脑袋的尹秋天 睁开眼睛 发出一声微弱的声音 尹秋天眨了眨眼 环顾四周 然后与车一载对视 他微微张开嘴 他尴尬地挠了挠头 我们 我们看到了 同样的东西 对吧 可能吧 车一载茫然地盯着满是汽车的道路 我们会找到办法的 南宇阵的最后一句话 在他的身体里回荡 他本能地知道 那些话显然是对他说的 他在和我说话 车一载紧紧地握住方向盘 一个穿着白色外套的男孩 匆匆走在走廊上 每次他遇到人 都会点头打招呼 他们也会回忆 他走得越深 遇到的人就越少 当周围没有人的时候 他打开走廊尽头的门 走下一段无尽的楼梯 楼梯底部 是一扇密封严密的铁门 男孩把一张钥匙卡举到 旁边的读卡器上 砰 铁门缓缓打开 这是一个巨大的监狱 掌满尖刺的手 从监狱的栏杆里伸出来 围绕着中央的一张手术台 成圆形排列 嘿 几个掌 有人蹲在栏杆前 把自己的手拍在 掌满尖刺的手上 里面传来一声嚎叫 在苍白的荧光灯下 一个长着白色长发 穿着白色外套的男人 站在那里 还有一个戴着滴滴的帽子 遮住脸的女人 男孩从外套里 拿出一份文件 主人 绝行者管理局来了一封信 把他放在那就行 男语阵用下巴指了指 女人耸了耸肩 我给你总结一下 他们希望你参加下一次大会 所以 你也收到了一封 他们可能给每个通常参加的人 都发了一封 嘿 别再摆弄那些可怜的灵魂了 过来这边 好吗 我只是因为他们 看起来很无聊 才和他们玩的 蹲在栏杆前的男人站了起来 他浅蓝色的头发 在灯光下闪闪发光 变成了白色 规规 潘规敏 把手插进他毛皮衬里的夹克口袋里 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 说实话 即使变成了那一团糟 他们还能被称为人 当 一声尖锐的金属声响起 一把发光的细剑的剑尖 正好指向他的喉咙 蜜蜂的眼睛里闪烁着杀意 规规举起双手 表示投降 蜜蜂的声音是一种低沉 威胁的咆哮 注意你的言辞 差点说错话 对不起 男语阵正忙着用手工作 不耐烦地立声说道 别吵了 白痴 我没法集中注意力 啊 我的错 蜜蜂叹了口气 放下了他的细节 男语阵恼怒地扎了扎嘴 继续他的工作 马修躺在手术台上 沐浴在苍白的灯光下 虽然他身体的各个部位 都长出了尖刺 但他仍然保持着人的形态 蜜蜂紧张地 咬着他的大拇指指甲 他怎么样了 有好转吗 你觉得这会有用吗 我已经用了从李思音那里 拿到的清单上的所有东西 我能找到的都用上了 如果这都不行 蜜蜂 男语阵叹了口气 直起身子 别太着急 匆忙行事无济于事 但是 蜜蜂虚弱地咕弄着 然后深深地叹了口气 他用力地拍了拍自己的双颊 发出清脆的声音 不 医生说得对 激动也没用 马修不会因为我这样就醒过来 我最好走了 我需要为大会做准备 我指望你照顾马修 知道了 把他交给我吧 当他转身大步走向铁门时 蜜蜂回头看了一眼 我们的合同还没结束呢 跟我来 好了 好了 知道了龟龟向南语阵微微点了点头 然后跟着蜜蜂走了 铁门碰的一声重重地关上了 几步之外 男孩轻声问道 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 现在不用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南语阵轻轻地咳嗽了一声 肩膀颤抖着 很奇怪 男孩清澈地眼睛闪着光 等待着更多的话语 南语阵把手举到天花板的灯光下 他像木乃伊的手一样干枯 他的皮肤紧紧地贴在骨头上 几乎无法附着 他眨了眨眼 又睁开了眼睛 他的手看起来很正常 是幻觉吗 是幻觉吗 他指了指身后 一个小小的身影走近了 我看起来怎么样 身高178厘米 身材苗条 长着白色的头发 戴着眼镜 眼镜是白色的 头微微前轻 不 不 不是那样 南语阵握紧又松开拳头 他的手又变成了木乃伊的手 或者也许是他的眼睛在欺骗他 他转过身 男孩还站在那里 等待着他的命令 南语阵张开双臂问道 我看起来像木乃伊吗 不 主人 你的体重自上周以来 减少了大约300克 但你的外貌没有明显变化 真的吗 是的 有什么问题吗 也许吧 南语阵环顾四周 然后拿起一把手术刀 把光反射到自己的眼睛里 他的脸 皮肤萎缩 紧贴着骨头 深陷的眼污回望着他 只有他的眼睛 燃烧着白色的火焰 没有改变 南语阵叹了口气 自言自语道 不管是什么 肯定出了大问题 觉醒者管理局 今天因为即将召开的大会 而格外热闹 有一个人 静止穿过了大楼混乱的中央区域 搭 搭 搭 手杖敲击着地面 鞋子在走廊上发出回声 是贤西珍和正兵 人们急忙低下头 而贤西珍只是点了点头 迅速走过 他的脚步很快 如果不仔细看 甚至不会注意到他有一点跛脚 当他们进入一条 比较安静的走廊时 他问跟在后面一步远的正兵 大会的准备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 我们处于最后阶段 大多数人都确认了出席 就也表示他们会来 洪一诚也表示有兴趣参加 所以我计划很快护送他过来 哼 如果能逃离那座山 谁不想参加呢 尽管是他自己要求被关起来的 哈哈 渴望自由不是人的天性吗 还有其他值得注意的事情吗 波涛公会有联系 关于什么的 他们报告说密封 摧毁了整个研究设施 是的 李思英也警告说 从现在起追踪任何痕迹 都会更加困难 郑冰递过来一份文件 贤熙真微微皱起眉头 结果文件快速翻阅 密封 HB公会有猎人变成变异体了吗 没有报告说有 波涛公会也没有给出原因 然而 想起来了 什么 贤熙真停下了脚步 我最近没有听到马修的消息 那孩子以前每周都会送来问候 从不见断 所以 有时候你也会满脸通红 贤熙真嘴角上扬 露出微笑 你们还要继续装多久 不是我在装 我本来打算报告的 但是 但是局长 郑冰把差点脱口而出的话咽了回去 贤熙真是一个 仅仅凭借自己的能力和沉着 就保住了局长职位的人 在变化之日 据向公众露面后 贤熙真开始表现出不安的迹象 当涉及到关于 巨和西海裂缝的讨论时 他变得特别敏感 有几次他会茫然地盯着空间 或者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甚至到了忙碌的郑冰 都不经注意到的程度 但是自从据拜访他的那一天起 他似乎又回到了以前的自己 或者 他变得更加超然了 郑冰低下头 我很抱歉 我是想考虑局长的感受 所以延迟了报告 下次 马上报告 即使我失去理智 我还是有足够的理智去倾听 是 明白了 那么 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回事 是的 马修对一种药物上瘾了 幸运的是 他的身体没有变异 但他失去了理智 我用我的能力 把他隔离在西院工会的地下室 他目前的状况如何 没有变化 南宇镇医生正在试图给他解读 但只是足以维持现状 蜜蜂似乎在各个研究设施周围寻找材料 上瘾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嗯 蜜蜂怀疑宋祖贤 他说马修在与三罗工会合作后状况恶化了 但没有明确的证据 只是怀疑 宋祖贤 嗯 贤熙真抚摸着手杖的把手 郑冰耐心地等着他说话 他的目光垂下 轻声嘟囔道 他不是会做那种事的人 这是对宋祖贤的信任吗 好吧 他们两人自觉醒者管理局成立以来 就一直一起工作 所以他可能知道郑冰不知道的他的一面 但他接下来的话是 他不是那种有足够胆量做这种事的人 郑冰不由自主地抑制住了 差点浮现在脸上的微笑 贤熙真一脸严肃 用手指敲着手杖的把手 宋祖贤有野心但缺乏动力 他是那种把自我保护放在守卫的人 他不可能冒险 做向给排名第三的马修 下毒这样危险的事情 一定有别的原因 他不可能独自行动 一定是有人在他耳边悄悄说了这个主意 会是普罗米修斯派的人吗 啊 我希望是 贤熙真露出一个冷酷的笑容 如果所有麻烦的人都聚在一起 不是很好吗 当贤熙真把文件还给郑冰并继续走时 一阵震动声打破了空气 贤熙真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查看屏幕 当他看到显示的名字时 脸上露出一丝好奇 这个麻烦制造者为什么先给我打电话 是谁 还有谁会这样突然打电话给我 他把手机屏幕给郑冰看 当他看到名字时 尴尬地笑了笑 麻烦制造者一 贤熙真把手机放在耳边 没有任何问候 直接开了个玩笑 明天太阳一定从西边升起 看到你先给我打电话 一个低沉 咆哮的声音没有任何寒暄的回应 语气中带着一丝恼怒 卷 卷 贤熙真转向郑冰 默默地用口型说 卷说他们会来吗 郑冰仔细看了他的嘴唇后 摇了摇头 他低头看着地板 笑了 啊 卷 是的 卷怎么了 他说他要去见你 郑冰翻了的白眼 试图抑制住笑声 卷今天根本没有出现 卷不可能有任何问题 所以他们一定是撒谎 然后偷偷溜到别的地方去了 郑冰的肩膀微微颤抖 他的同事胆子真大 太大了 对局长和李思英都撒谎 如果他们被抓住了 后果会怎样 贤熙真的嘴唇弯了起来 我问的是 为什么你打电话给我而不是卷 哈 因为他们不接电话 所以我才打给你 我得告诉 卷以后再也不要接你的电话了 接到你的电话 感觉真好 闭嘴 李思英立声咆哮 但贤熙真没有被吓到 继续说 不要太怀疑 你需要学会什么时候放手 我一定会回复你的 所以等着吧 我们好久没见了 我有很多话要说 咔哒 电话突然挂断 没有告别 贤熙真看着手机 笑容灿烂 我应该感谢卷 终于 有了一件可以逗他的有趣的事情 他以前就像一根木棍 一点也不好玩 哈哈 郑冰尴尬地笑了笑 当他们好不容易教会他 如何控制自己的力量 并把他带到觉醒者管理局时 李思英是直率的典型 不管谁和他说话 他都不会回应 甚至都不会朝他们的方向看一眼 只有当像郑冰或裴元宇 这样的人走近时 他才会说一两句话 对局长贤熙真也是如此 当他和他说话时 李思英只会点点头 一句话也不说 裴元宇和郑冰都很慌乱 在他背后挥手 试图让他参与进来 也许是警惕 也许是缺乏社交 或者也许 正如一些人所说 这只是纯粹的傲慢 好吧 我们必须保守剧 没有来这里的秘密 正兵调整步伐 与他稍微放慢的脚步保持一致 否则 他们以后可能 再也不会来看我了 与此同时 回到卡车上 两人都还处于震惊之中 无法回过神来 尹秋天沮丧地 把头靠在窗户上磨蹭 而车翼仔紧紧握着方向盘 完全心不在焉 尽管司机和乘客都不在状态 卡车还是自动平稳地继续行驶 鲸鱼的红色尾巴飘动着 车翼仔一直心不在焉地盯着尾巴 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等一下 他只是想弄清楚 他们是怎么知道手表的 但结果 他却听到了一个神秘的信息 来自南宇震 那么 他现在该怎么办 他应该去找南宇震吗 但是南宇震 没有像尹秋天那样的能力 所以他真的知道什么 他的头脑感觉很模糊 好像在空中漂浮 就在这时 他口袋里的手机 短暂地震动了一下 车翼仔拿出手机 他震惊地看到 有12个位阶来电 更重要的是 每个电话都是 司音 这家伙疯了吗 车翼仔揉了揉起了 鸡皮疙瘩的手臂 他只是在尹秋天的记忆中 徘徊了大约20分钟 然而 李思音连20分钟都等不了 打了12个电话 但很快 车翼仔的寒意 转向了另一个方向 等等 在这一点上 他可能也给局长打电话了吧 如果局长说 去 他还没到吗 虽然他认为 局长不会那样做 车翼仔的头脑 开始快速运转 就在这时 他的另一部手机响了 这是徐敏基 为他设置的手机 局长为你掩护了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但我希望 事情能顺利解决 这是郑冰的短信 车翼仔叹了口气 把额头抵在方向盘上 然后他想 既然我争取到了一些时间 我应该去西院工会 不是吗 车翼仔交替看着两部手机 李思音的12个未接来电 以及郑冰的短信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 把额头抵在方向盘上 他现在只想赶紧去西院工会 质问南宇镇 问他是否知道些什么 但是 随心所欲吧 因为现在 犹豫已经在你心中扎根 李思音的声音 在这样的时刻回荡 车翼仔唯一的束缚 好吧 算你赢 李思音 车翼仔抬起头 尹秋天正用担忧的眼神看着他 他摘下因为把额头 靠在方向盘上 而被顶起来的帽子 说道 秋天 你有要去的地方吗 要去的地方 嗯 回家吗 你父母不会觉得奇怪吗 哦 他们俩都在上班 所以 那我送你一程 嗯 好吧 我不确定 但是 你不是还有更多要调查的吗 我是有 但是 车翼仔一边嘟囔着 一边用拇指抹扎着 显示李思音未接来电的手机 有人在等我 他把另一部手机递给他 能给我你的号码吗 如果有其他事情 我会联系你 好的 尹秋天迅速输入了自己的号码 车翼仔保存好号码 轻轻叹了口气 把尹秋天送回家后 车翼仔把卡车 停在离波涛工会 有一段距离的一条小巷里 严格来说 是金鱼帮他停的车 他一戴上口罩换好衣服 金鱼就自己开着卡车离开了 他们的能力真的很方便 车翼仔砸了砸嘴 朝波涛工会大楼走去 他一走进大厅 虽然没人敢靠近 但他能感觉到 房间里每个人的目光 都紧紧地盯着他 没有恶意或敌意 主要是好奇 毕竟 他排名第一 还和工会会长 有过一段深刻的丑闻 该死 车翼仔从夹克的内口袋里 拿出一张钥匙卡 在入口处刷了一下 这是一张临时发放的卡 不知为何 周围的窃窃私语声 似乎更大了 但他努力不去理会 迅速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在李思英睡着的时候 多亏了裴元宇的帮助 车翼仔会使用工会的私人后门 最长时间待在一个地方 没有任何好处 然而 李思英禁止他使用后门 而是给了他一张钥匙卡 从现在起 走前门 嗯 为什么是那种表情 我现在这样就挺好 自信地走进去不是更好吗 你又不是老鼠 你这家伙 如果不是最后那句话 这可能会是一段 有点温馨的回忆 李思英总是会加上一些 不必要的话来惹恼他 车翼仔走进电梯 插入钥匙卡 按下顶层的按钮 外面的景色迅速后退 门一打开 他就感觉到有人在 是去 江志秀热情地挥了挥手 裴元宇和江志秀 正蹲在工会会长办公室的前面 车翼仔走进时 微微点了点头 问道 你们俩在这里干什么 工会会长把我们赶出来了 看起来 他们在听取一些简报 你去哪了 去 啊 嗯 觉醒者管理局 江志秀做了个作偶的手势 裴元宇则用一种 奇怪的同情表情看着他 管理局真的有那么糟糕吗 车翼仔作为猎人的 大部分时间 都是在管理局度过的 他歪着头 为什么 哦 只是每次我们去的时候 都会听到各种唠叨 最后还得交罚款 郑兵队长 不管怎么说 他们生气的时候很可怕 是啊 局长很可怕 嗯 我也这么认为 对了 车翼仔想起了 他和贤熙真的谈话 他提到过 郑兵和裴元宇 把李思英带来了 所以 裴元宇也曾经和管理局 有过关联吗 既然车翼仔不知道这件事 那一定是在西海裂缝之后 他问道 局长说 你是觉醒者管理局的一员 和郑兵一起工作 真的吗 哈 嗯 我不是正式成员 裴元宇不好意思地笑着挠了挠头 因为西海裂缝 嗯 人手不足 所以他们招募了猎人 有点像雇佣兵的工作 啊 我明白了 那时候 我和队长短暂地合作过 然后我们捡到了李思英 当这小子说他要成立一个工会的时候 我就跟着他了 为什么 像裴元宇这样的人 即使在管理局 也能得到一个不错的职位 有了那样的经历 他可以加入任何一个有名望的工会 那他为什么要跟着刚刚觉醒的新手李思英呢 裴元宇环顾四周 然后尴尬地笑了笑 嗯 我担心他的健康 而且 他的梦想很大 梦想 他说 他要重新打开关闭的裂缝 这不是一个非凡的想法吗 重新打开关闭的裂缝 这是只有孩子才会梦想的事情 而不是成年人那种顽固的头脑 重新打开一个关闭的裂缝 任何有常识的人都能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重新打开西海裂缝 还有里面的一切 就在这时 门无声地打开了 一个戴着墨镜的黑发脑袋探了出来 是徐敏基 他看了看蹲在门前的两人 又看了看站在那里的倦 说道 工会会长说 告诉副会长 他因为年纪大了 总是唠叨过去的事情 该适可而止了 嘿 在别人面前这么说 你会因为说他们老而被围攻的 黑发脑袋又缩了回去 但又叹了出来 他说他不在乎 啊 真是的 还有 工会会长说 副会长裴元宇和猎人江志秀 都应该回到自己的岗位上 只有句可以进去 看到了吧 他又想把句句为己有 工会会长 你知道 你今天必须在下班前完成那些文件 对吧 他说现在就消失 这家伙 他好像是拿工会会长当借口 来说他想说的话 是啊 我也这么想 志秀 他说闭嘴 嘿 你跟我来 这太荒谬了 非暴力 哎呦 徐敏基被领带拽走了 即使被拉着 他还是透过墨镜和车翼仔对视了一眼 眨了眨眼 那个眨眼是什么意思 这让车翼仔感到不安 车翼仔僵硬地点了点头 小心翼翼地从微微敞开的门走了进去 在宽敞的工会会长办公室里 李思英坐在办公桌前 穿着一件没有系领带的衬衫 袖子卷到了肘部 他正在翻阅一份文件 但当车翼仔进来时 他抬起了头 是因为不同的服装吗 不知为什么 车翼仔感到一场紧张 李思英的目光 从车翼仔的头顶慢慢移到他的脚下 他紫色的眼睛 在眼睛后面眯了起来 看起来你玩得很开心 不接我的电话 他双手交叠着拖着下巴 说道 车翼仔莫名地感到有防御性 回答比平时更直率 嘿 和长辈说话的时候 我怎么能接电话呢 我就接电话 那是因为你没礼貌 车翼仔把这句话咽了回去 李思英把滑落的眼镜往上推了推 又用手拖着下巴 他修长手指间夹着的笔动了动 那么 什么那么 你们聊了什么 为什么感觉李思英已经知道了一切 车翼仔挠了挠头 回答道 只是聊了聊过去 怎么了 你也可以告诉我呀 我一整天都被困在这里 李思英向他招手 车翼仔扎了扎嘴 什么 像那样向长辈招手 那么 你不过来吗 当车翼仔终于开始走过去时 李思英的唇边露出一丝滴滴的倾笑 车翼仔站在他对面 桌子在他们之间 是他的错觉吗 还是李思英的目光比平时更调皮 车翼仔紧张地咽了口唾沫 一只苍白纤细的手伸到他面前 掌心向上 那只漂亮苍白的手掌中央有一道长长的戏把 什么 你的手 他想要车翼仔的手 车翼仔把手放在李思英的手上 李思英摘下眼镜 放在一边 轻轻地把车翼仔的手拉向自己 然后他把车翼仔的手掌 按在自己的脸颊上 闭上了眼睛 车翼仔的眼睛睁大了 那冰冷柔软的脸颊贴在他的手掌上 睫毛轻轻拂过他手指的微弱触感 让他感到不安 他动了动嘴唇 想说什么 现在我感觉好一点了 看着李思英把脸靠在自己的手上 车翼仔的胸口深处涌起一股温暖柔软的感觉 就像一阵轻柔的春风 他紧紧地握住藏在背后的另一只手 然后 但是 李思英的牙齿轻轻地咬了咬车翼仔手掌上丰满的部分 车翼仔皱起了眉头 现在又怎么了 李思英慢慢地睁开眼睛 你和闲西真吃了什么吗 比如街头小吃 啊 糟糕 闻起来甜甜的 当然甜了 因为他用那只手搅拌了一百次炒年糕 车翼仔故作轻松地回答 试图掩饰过去 是啊 我在附近的一个小吃摊吃了点东西 我明白了 你一定吃得很好 考虑到你还戴着面具 当车翼仔尴尬地转过头时 李思英咬了咬他的手腕 不疼 李思英满意地看着留在车翼仔手腕上的浅浅牙印 然后夸张地叹了口气 好像是故意的 说实话 你总是在撒谎 而且你还很不擅长撒谎 什么 没关系 我就不追究这个谎言了 我甚至都不会问你在做什么 怎么回事 不可能 你现在在计划什么 车翼仔怀疑地看着李思英 李思英只是微笑着 轻轻地挠着车翼仔的手 但是 果然 有什么事情 这家伙不可能这么轻易地放过这样的事情 车翼仔透过面具瞪着李思英 好奇他这次会提出什么不合理的要求 李思英把他们的手指交缠在一起 把车翼仔的手举到自己的唇边 在大会上 和我一起进去 穿着我准备的衣服 车翼仔能感觉到李思英的嘴唇 在他的手背上弯成一个微笑 不是以我的秘书的身份 而是以具的身份 自变革之日起 这是贤熙珍为应对迅速变化的局势 而设立的一项活动 每次会议的地点 时间和与会者都各不相同 大多数时候 由觉醒者管理局主办 邀请猎人参加 但有时也由个人或工会主办 在波涛工会的会议室里 在中间的座位上 拿着一个平板电脑 裴远宇站在讲台上 讲解着大会的情况 车翼仔确定 自己以前听过这些内容 但裴远宇坚持要更详细地再讲一遍 李思英坐在离车翼仔 稍远一点的地方 心不在焉地听着 忙着处理一些剩余的任务 最后 这基本上成了只为车翼仔 一个人讲的课 嗯 这压力也太大了 车翼仔在平板电脑上乱写着 假装在做笔记 多亏了面具 至少没人能看出 他在分心 裴远宇用指示棒指着屏幕 四鹰昏迷的时候 我去参加了 对吧 在过去的三个月里 开了四五次会 裴远宇一边说着 一边数着他粗壮的手指 根据我的经验 感觉不是首领 而是他们的直接决策者出席 通常是副会长出席 局长似乎也没抱太大期望 所有参加的猎人 都是排名者吗 是的 每次只邀请与一城相关的排名者 有影响力的猎人 会被反复邀请 西院工会 波涛工会 三罗工会 HB工会等 有几个固定成员 他们似乎主要邀请大工会 但他出奇地隐秘 且坚持不屑 他们会发送内容 不同的官方文件 然后进行个人联系 很多人会忽略最初的联系 所以他们会坚持不屑地跟进 这些会议都谈些什么 啊 有很多可谈的 上次大会 就被侵蚀的地下城 搞得很热烈 那是主要议题之一 裴远宇皱着眉头挠挠头 裂缝管理局的研究人员 要求调查侵蚀的地下城 嗯 他们也不是想免费调查 他们甚至提出支付使用费 所以我们就同意了 是的 但是三罗工会断然拒绝 让他们进入他们的地下城 我是说 我们又不是要所有权 只是进行研究 突然 宋祖贤的笑脸 出现在车一仔的脑海里 很久以前 他认为 宋祖贤是个值得信赖的人 作为一名前士兵 他有着饱经沧桑的老兵的脸 对一个高中生来说 没有比他更可靠的成年人了 然而 当车一仔再次见到他时 平板电脑的屏幕上 被划了一道粗黑线 裴远宇重重地叹了口气 不管怎样 那次会议又拖了一个小时 我无聊地要死 所以最后 这只是一个人们聚在一起聊天的地方 没错 就是这样 一个人们完全力游戏 以避免吃亏的地方 嗯 聚 你可能不用担心那个 裴远宇竖起大拇指 有道理 毕竟 他没什么可失去的 当你没什么要保护的东西时 就很容易了 车一仔轻轻放下平板电脑笔 他们是那些破坏猎人形象 传播不信任和不合的人 他们的影响力似乎在增长 他们可能还会讨论猎人绑架事件 这次会议似乎会很拥挤 有很多猎人被绑架吗 是的 相当多 主要是那些没有所属工会 或来自中小型工会的猎人被绑架了 一旦他们消失 嗯 裴远宇停顿了一下 大声咳嗽清了清嗓子 车一仔握紧了拳头 俄罗斯熊猎人 脸上和身上长满尖刺 丑陋变形的俄罗斯熊 他一定是变成了那样 车一仔瞥了一眼李思英 他的黑发自然垂下 皮肤苍白 如果李思英也变成那样 无法忍受可怕的实验 如果他的身心都破碎了 除了杀了他别无他法 似乎感觉到车一仔的目光 李思英抬起头 他眨了眨眼 无声地问 怎么了 车一仔摇摇头 好像什么事也没有 又拿起了笔 这两个团体的根源是一样的 普罗米修斯 那些主张不依赖系统的力量 而用人类的力量 阻止末日的人 为了阻止末日 末日必须先到来 这种不安的感觉是什么 远处传来雷声 车一仔紧紧地闭上了眼睛 沙沙 与倾盆而下 啪哒 啪哒 雨滴打在树叶上滑落 在人际罕至的森林深处 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年男人 和一个打着伞的年轻人 突然出现在茂密的草地上 年轻人抱怨道 嗯 哎呀 我们这是在哪 根据全球定位系统 我们在人王山 工会会长 年轻人收起设备 摇了摇头 人王山是很多人去的地方 不过 他们怎么找到 这么个偏僻的地方 我知道在下雨 但也太安静了 这可能是工匠的杰作 什么 去过工匠展览的人 说他们被分配了个人等候时 甚至是在一个紫空间里 我想 这是为了防止争斗 那这个地方 一定也是工匠的紫空间吗 很有可能 在安全方面 没有比这里更完美的地方 有点吓人 你说吓人 年轻人缩了缩肩膀 但中年男人嗤之以鼻 为他撑着伞 你知道你要去哪吗 你没看到前面有灯光吗 那可能就是了 正如他所说 在黑暗的森林深处 远远地出现了一座 散发着微弱绿光的房子 那个探头向前张望的年轻人 脖子上挂着的猎人身份证 滑落了出来 短暂闪现的名字是 柳寒白 是 工会会长 一只强有力的手 突然抓住柳寒白的衣领 把他拉近 柳寒白吓了一跳 眼睛睁得大大的 工会会会长 几乎是咬牙切齿的小声说道 我带你来 是因为最近失踪的人 是你最亲近的朋友 但不要轻举妄动 明白了吗 你作为证人 参加一个顶级猎人聚集的会议 通常情况下 你甚至都不知道 有这个会议存在 你只是作为证人来这里 所以不要想着干涉 老实待着 明白 很好 这是正确的答案 柳寒白慢慢地点了点头 工会会会长松开抓住的衣领 把柳寒白皱巴巴的衬衫 弄平整后 拍了拍他的肩膀 好好表现 好吗 是 走吧 看起来很远的距离 比想象中要近 是柳种错觉吗 柳寒白一边环顾四周 一边收起雨伞 抖掉上面的雨滴 工会会长 打开那座破旧木屋的门 嘎吱 随着木头的嘎吱声 展现在眼前的景象时 嗯 这是 这是一个巨大的圆形会议室 它太大 太宽敞 太华丽了 不像是一座旧木屋里的内部 墙壁上闪烁的蜡烛火焰 投下不稳定的光 这时 有人向工会会长伸出手 你来了 马谷工会会长 啊 郑冰猎人 很高兴见到你 郑冰一如既往地穿着得体 热情地微笑着 轻轻握了握手后 他指了指圆桌的一个位置 你的座位在那边 工会会长 让我来给你带路 好的 请吧 踩在嘎吱作响的木地板上的感觉和声音 都很逼真 让人感觉这个地方是真实的 柳寒白微微张着嘴 环顾四周 工会会长小心翼翼地问道 这是 工匠创造的空间吗 是的 没错 谁知道 工匠这次看了什么奇幻电影 我希望他们能把事情弄得简单一点 郑冰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 不知为何 他原本温和的脸上露出一丝担忧 工会会长又困惑地问道 对不起 你说什么 哈哈 没什么 请坐吧 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 待他们过去后 郑冰离开去迎接其他客人 工会会长坐下 环顾四周 柳寒白站在他身后 正如郑冰所说 大多数座位已经被排名者占据了 洪一诚把泡泡吹到空中 蜜蜂带着滴滴的帽子坐着 规规四仰八叉地躺在椅子上打着哈欠 南宇正皱着眉头 看起来很疲惫 甚至局长也坐着 但奇怪的是 他两边的座位都是空的 他们总是把那些座位空着吗 柳寒白正想着 门嘎吱一声开了 气氛变了 丑闻二人组到了 工会会长不以为然地嘟囔着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地方 砰 沉重的靴子踏上了地板 李思英像往常一样 戴着防毒面具 穿着长大衣 他一个人就很有气势 但他身后那个人 散发出来的气场 几乎让人窒息 柳寒白不顾冷汗直流 紧紧盯着门 李思英和郑冰 简短地交谈了几句后 退到一边 然后 从黑暗中 出现了一个黑色的面具 大厅里一片寂静 他那灰白色的头发 在灯光下闪着白光 脸和表情 都被一个神秘的黑色面具遮住 他身着一套裁剪得体的西装 整整齐齐 他的鞋子 他在大理石地面上的声音 清脆可闻 他的步伐不紧不慢 一个自然而然吸引众人目光的人 一股冰冷的寒意和压迫感 从他身上散发出来 其来源不明 他正在证明这一点 证明他是这里最强大的人 仅仅凭借他的存在 咔哒 他的脚步声停了下来 就站在原地 环顾了一下房间 柳寒白突然想知道 他现在在想什么呢 他觉得自己不属于这样的地方吗 令人惊讶的是 他的猜测有一半是对的 车一仔在想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议室看起来像这样 这里不仅像一个 直接从低成本中世纪 奇幻电影里 搬出来的原型会议厅 而且看到那些紧张的排名者 围坐成一圈 也同样让人不安 不管郑冰和贤熙 正在这里与否 只要这群超级仓鼠聚在一起 问题肯定会出现 我想回家 车一仔低头看了看 自己那套合身的西装 叹了口气 考虑到他为了这套西装 费了那么大的劲去定制 现在回家也不可能了 为什么呢 面具的镜片后面 他的眼睛在笑 在大会之前 李思英和许敏基 忙着到处打电话 问问题 只有车一仔无事可做 他坐在沙发上 抱着一个垫子 目光在两人之间来回切换 就在李思英打完一个电话的时候 车一仔趁机 有点不情愿地问道 我就不能穿你上次 给我的那套西装吗 那不行 没错 顾客 我是说 倔 请理智一点 如果你有一点剧烈的动作 他就会被撕破 他又没破 李思英给他的那套西装和鞋子 被小心地存放在一家 醒酒汤餐馆楼上的一个单间公寓里 为了以防万一 他甚至还把他们送去清洗了 为什么要不必要地浪费钱呢 再穿一次不就好了 这家伙 赚那么多钱 却好像不知道钱的价值 车一仔不停地抱怨着 李思英大声地叹了口气 让他听到 然后眯起了眼睛 你肯定不知道郑冰的眼睛有多尖 就安静地跟着我 除非你想让他发现 那个时候的秘书和你是同一个人 徐敏基透过太阳镜 看了一眼车一仔 默默地点了点头 这个动作让车一仔更加恼火 过了一会儿 徐敏基把手机从耳边拿开 说道 朴女士的店里有个空位 有人取消了预约 所以正好有个位置空出来了 什么时候 一个小时后 走吧 突然 黑暗笼罩了她的身体 当她睁开眼睛的时候 她在一辆面包车里 李思英坐在她旁边 双腿交叉 好像她已经习惯了这种交通方式 像这样被绑架式的四处走动 真的没问题吗 不幸的是 面包车并不在乎她的想法 开动了 大约三十分钟后 面包车在一条狭窄的小巷里停了下来 有一扇门 被闪烁的琥珀色 灯光照亮 是后门吗 一个高个子站在门前 一个女人 长发盘成一个发际 肩上披着一条披肩 徐敏基先从驾驶坐上下来 李思英小声对车一仔说 在这儿等着 车一仔点点头 李思英下了面包车 透过微微敞开的门 一个高亢的声音 欢快地向他们打招呼 哦 我的天 徐敏基猎人 还有李思英猎人 好久不见了 哼 你们不常来 我可想你们了 好久不见 朴女士 徐敏基猎人 好久不见 我一直在密切关注 心之痕 你的黑眼圈好像更严重了 我没想到 他们会比上次更黑 是吗 车一仔 透过有色车窗偷看 朴女士笑着 和徐敏基聊天 李思英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 微微歪着头 多久能做好 亲爱的 一套西装和一双鞋 对吧 而且 你又要自己选面料和材料吗 是的 既然你这么急着从后门进来 那一定是个紧急订单 朴女士闭上眼睛 好像在沉思 然后灿烂地笑了 我明天就能做好 怎么样 可以 还有 李思英透过微微敞开的门看了一眼 从里面的动静来看 似乎有几个员工在入口处等着 他点了点头 把其他人都清出去 所有人 只留你一个 其他人 出去 这是个机密工作吗 这是到目前为止 我委托给你的最谨慎的工作 当朴女士敲门的时候 所有的嘈杂声立刻消失了 与此同时 徐敏基在面包车和入口处 投下一片阴影 在突然降临的黑暗中 只剩下门两边昏暗的灯光 李思英打开面包车的门 和车翼仔对视 透过防毒面具的镜片 可以看到他的眼睛眯着 好像在安慰他 他把门大大的打开 出来吧 车翼仔下了面包车 他那灰白色的头发 现在在灯光下 带着一点淡淡的琥珀色 在风中飘动 当朴女士看到那灰白色的头发 和下面的黑色面具时 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她捂住嘴 说不出话来 我的天 我的天 我希望你能尽快完成 你总是让我吃惊 现在 你带来了这么一个 引人注目的人物 朴女士猛地把门打开 尽管入口很窄 但里面的空间 却非常广阔 也许这扇门 连接着一个仓库 每一个堆到高高的 天花板的架子上 都摆满了物品 怪物的气味 在空气中很浓 条女士迅速地走了进去 她的声音听起来很遥远 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他们经过几个储藏室 来到一个大房间 里面有桌子 衣架 人体模型和示意间 徐敏基检查着桌子 问道 克拉肯的材料到了吗 克拉肯的材料 最近被另一个客户用过了 谁 蜜蜂猎人用他做了点东西 我就知道 车一载心不在焉地四处看了看 普通的商店 会囤积这么多怪物材料吗 等等 他们真的在这里做衣服吗 他轻轻推了推 站在他旁边的李思音 小声说道 我以为只有红一城能做装备呢 嗯 有点不同 李思音是以徐敏基解释一下 徐敏基以他一贯的机械方式回答道 工匠是从零开始创造全新的东西 这些商店是对现有的装备 进行外观改造 或者用怪物材料 比如皮革 羽毛 心脏 爪子 来增强衣服 这更像是对已经存在的东西进行改造 你说的完全正确 抱着一堆东西出现的普女士插画道 她把东西摊在桌子上 把一块火红的鳞片皮革 放在一个人体模型上 就像这样 我们选择材料 然后加到定制的服装里 每种怪物材料 都有她自己独特的属性 地下城的物品通常 很奇怪 你知道吧 的确 车一载响起了有毒的高级地下城的奖励 那里有毒蝉除出没 那件装备是一件厚厚的外套 上面有重叠的紫色 黄色和绿色图案 不断地滴着粘液 这是一件一级物品 它的防毒性能是一流的 但没有人想穿它 现在的猎人 想要在时尚和功能之间找到平衡 把它想象成猎人的防弹背心 带有一些设计感 的确 车一载点了点头 朴女士把脸颊贴在手掌上 轻轻地嘟囔着 创造装备是工匠的领域 我们更多的是进行改造和增强 而不是创造 我明白了 车一载理解的点点头 朴女士咯咯地笑了 你比我想象的要温柔得多 巨大人 什么 车一载睁大了眼睛 但双手抱在胸前的李思音 很快插嘴道 朴女士的手很快 但李思音的评价更快 她像一个评委一样 对每一件东西都进行了细致的批评 面料太差了 三级怪物的皮有什么用 下一个 颜色不大 不适合她 这是你最好的了 嗯 不值这个价 随着每一次轻松的批评 即使是专业的朴女士 脸上的笑容也逐渐消失了 呵呵 你的眼光确实很独到 我天生就有 朴女士和李思音之间的气氛紧张起来 车一仔的笑容也消失了 其实她本来也没怎么笑过 她瞥了一眼徐敏基 这家伙怎么回事 徐敏基似乎明白了她的意思 用口型回答道 她一直都是这样 与此同时 李思音耸了耸肩 这很麻烦 朴女士 我的天 你什么意思 你不能这样做生意 李思音深深地叹了口气 把她一直在摆弄的那块皮革扔到一边 好像碰到了什么不该碰的东西 她夸张地拍了拍手 车一仔瞪大了眼睛 那副流氓式的语气是怎么回事 对她这个终极传统主义者来说 这一幕实在是太挑衅了 就算朴女士看起来比李思音年长 她就因为她的排名低就这么嚣张吗 察觉到气氛紧张 徐敏基赶紧抓住车一仔抽出的肩膀 在她还没来得及指指点点之前 就把她的手压了下去 与此同时 李思音不停地说着 她交叉着双臂 失望地叹了口气 材料的质量 是不是有点太普通了 我打赌 我们工会的仓库里有很多这样的东西 她的声音从防毒面具后面流畅地传了出来 那我就没必要大老远地跑来见谱女士了 我是来找特别的东西的 不就是因为这里是唯一有时间空位的地方吗 车一仔看了一眼徐敏基 徐敏基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虽然车一仔不太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李思音敲了敲防毒面具的过滤器 自言自语道 也许我应该重新考虑这笔交易 不 一直低着头的朴女士突然抬起头来 眼中充满了坚定的决心 她似乎被激怒了 你为什么这么快就做决定 我还没给你看我十分之一的东西呢 真的吗 李思音咧嘴一笑 那就都拿出来 我会付相应的价钱 你能承担得起你说的话吗 李思音得意地扬起下巴 我为什么要说我承担不起的话 哈 好吧 你就坐着瞧吧 朴女士整了整外套 消失在狭窄的走廊里 现在宽敞的工作室里只剩下其他人 显得空荡荡的 一直忍着的徐敏基终于放开了车一仔的肩膀和手 李思音拿起一颗和他脸一样大的疗牙 扎了扎嘴 则 我要这玩意儿干什么 为什么 不酷吗 这个 酷 你认真的吗 李思音看着车一仔 好像听到了什么荒谬的事情 车一仔眨了眨眼 獠牙不酷吗 很原始啊 徐敏基严肃的小声嘀咕道 这可不好 顾客的审美 完全是老拍猎人的风格 李思音靠在桌子上 低下头 声音里明显充满了沮丧 哈 这是最糟糕的 他的品位怎么和郑冰一模一样 你现在是在贬低我 对吧 感觉你把我和郑冰归为一类 来侮辱我 什么 不是的 我是在赞扬据和我们的公务员的 古典品位和审美 这是什么鬼话 李思音假装没听见 把头扭到一边 这些人 我再也忍不住了 车一仔终于开始指指点点 这是他之前没有做过的 嘿 在我那个时代 你从地牢里拿到什么 就得穿什么 就算是看起来像破气球的衣服 如果性能好 你就得穿 没时间挑剔审美 你的命都在那上面 你们这些孩子被宠坏了 是 是 知道了 爷爷 爷爷爷爷 你只比我小四岁 小子 是 如果你这么说的话 徐敏基走过来调解 好了 好了 别说了 卓 你为什么不展示一下 你对材料的卓越眼光 自己选点什么呢 徐敏基轻轻地推了 推车一仔的后背 车一仔反驳道 选什么 嗯 就像你说的 如果性能好的话 外客不重要 那么你对材料的眼光 应该比我们好得多 为什么不试试呢 据说朴女士的仓库里 有一些有趣的东西 该死 好吧 他总不能在别人的店里大吵大闹 车一仔瞪了一眼 正在桌子上翻找材料的李思音 然后走向货架 一直顶到天花板的货架上 摆满了盒子 布料 皮革 骨头 牙齿 爪子和魔法石 所有的东西都杂乱无章地摆放着 乍一看 就像一堆乱七八糟的垃圾扔在一起 一种奇怪的似曾相识的感觉涌上心头 他以前在哪里见过这么杂乱的货架呢 等等 第一个世界里 红一城的工作室不就是这样的吗 车一仔快速地扫尸了一下这个区域 条女士总是这么不擅长整理东西吗 她转向跟在她后面的虚命机 蒲女士 她一直都这么不擅长整理吗 嗯 不是的 她的其他仓库都整理得很好 似乎只有这个工作室是这样的 我想可能是因为 她在这里需要快速拿到材料 或者她有自己的一套整理方法 这只是巧合吗 车一仔拿出一个半开着的盒子 查看里面的东西 一些小杂物 上面落满了灰尘 在盒子里滚来滚去 就在她正要失去兴趣 把盒子放回去的时候 有个闪闪发亮的东西 引起了她的注意 车一仔迅速把杂物拨到一边 在盒子的角落里有一个 一个碎片 她把它捡了起来 这似乎是某个东西的破碎碎片 也许是一颗珠子 光滑的表面有几条细小的裂缝 锋利的边缘看起来 如果不小心碰到 就会割伤手 车一仔把碎片举到灯光下 白色的碎片 在天花板的灯光下 闪闪发光 虽然这是她以前从未见过的东西 但却并不觉得陌生 一种奇怪的似曾相识的感觉 车一仔盯着碎片的时候 徐敏基走过来问道 那是什么 不知道 就在这时 有东西被拖动的声音越来越近 还有人走过来的气息 条女士推着一辆装满材料的手推车走了过来 她把手推车停在桌子旁边 擦了擦想象中的汗珠 看到车一仔手里拿着的东西 显得很惊讶 那是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肯定在这里放了很久了 我从别人那里买下了这家店 这是前任店主留下的材料之一 前任店主 嗯 我的天 我记不太清了 但他们有点古怪 条女士努力回忆 但很快摇了摇头 真奇怪 不管怎样 这是剩下的东西之一 我本来打算把它扔掉 因为它看起来像一个破碎的碎片 但有一天它不见了 所以 它就一直在那里 车一仔仔细观察着碎片 光滑的白色表面 似乎闪烁着波浪般的光芒 一闪即逝 每次看到那光芒 她的心就砰砰直跳 是焦虑吗 不安吗 紧张吗 她说不清楚 朴女士忙着把材料 从手推车上搬到桌子上 微笑着说 看起来 它吸引了你的注意 李思音瞥了一眼车一仔 耸了耸肩 继续用敏锐的眼光 检查新的材料 朴女士对车一仔说 呵呵 如果你想要的话就拿去吧 反正我本来也要扔掉它 这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 但就当是给新顾客的礼物吧 你确定吗 当然 她眨了眨眼 车一仔紧紧地握住碎片 然后把它放进了自己的库存里 物品与碎片碰撞的声音 清晰地回荡着 从那以后 事情真的变得一团糟 在想起这件事 她就有点沮丧 在朴女士第二次拿出来的材料中 似乎有很多引起了李思音的兴趣 李思音和朴女士 就各种材料 对着人体模型 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 为什么他们要为一套衣服 这么大费周章呢 他们不能量好尺寸 就完事了吗 车一仔不得不一直待在徐敏基身边 直到他们的讨论结束 更确切地说 她没有任何机会插话 正沉浸在沮丧的思绪中 郑冰先向她打招呼 车一仔回过神来 微微聚了一躬作为回应 你好 来这里不容易吧 不 我只是撕开了卷轴 但是这个回忆是 哈哈 这只是红一诚的品位 郑冰尴尬地笑了笑 她指了指贤西针两边的空座位 你们的座位在那边 她真的是在极力炫耀 李思音不耐烦地嘟囔着 车一仔耸了耸肩 示意李思音坐下 当两人走近时 贤西针温柔地笑了笑 你们来了 这套西装很适合你 车一仔没有回应 只是微微低下头 在正式场合 最好少说话 这是贤西针教给她的生存法则 她轻拍了一下自己右边的座位 车一仔没多想 就走到指定的位置坐下 然而一只手突然抓住了她的胳膊 一只戴着手套的手紧紧地握住了她 这是怎么回事 李思音没有坐下 而是带着一丝叛逆的神情歪着头 交叉着双臂 明显表现出不满 真大方 给每个人都安排了座位 我是精心安排的 你知道 在离贤西针最远的座位上 当李思音的目光与龟龟相遇时 她抓住自己的肩膀 看起来快要哭了 但是当正兵凑近她耳边说了些什么后 龟龟耸了耸肩 另一方面 逆风则用轻蔑的眼神看着他们 贤西针轻松地笑着观察着这一情况 怎么 因为不能坐在那个躲了你三个月的人旁边 而不高兴吗 你不喜欢这样 李思音用下巴指了指车一仔 是我把她带来的 我应该坐在她旁边 莫名其妙 车一仔对李思音的话 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贤西针轻笑起来 哦 这就是问题所在 如果不是我 她不会来的 多么厚颜无耻地自信 贤西针难以置信地摇了摇头 你们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亲密了 好吧 随你便 她挥了挥手 好像在说随便你怎么做 然而 车一仔不喜欢在众人的注视下 坐在李思音旁边 她正要拒绝 却对上了李思音那致命的怒视 她紫色的眼睛充满威胁 车一仔把到嘴边的咒骂咽了回去 她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 又一次 李思音的情绪 又像麻花一样纠结起来 好奇的目光转向他们 红一诚甚至从某个地方 拿出一些爆米花 开始吃起来 她那过于敏锐的听力 捕捉到了每一个低语声 我还以为只是为了引起注意 但他们真的很亲密 她那样抓住去 所以那个谣言是真的 如果她再继续听下去 她的精神力量就要耗尽了 车一载咬紧牙关 小声嘟囔着 只有李思音能听到 闭嘴 李思音放开了她的胳膊 把原本在咸锡针旁边的椅子 拖到自己身边 放在她自己的椅子旁边 被安排坐在李思音旁边的猎人 惊讶地倒吸一口凉气 迅速把自己的整个椅子一开 旁边的人也跟着照做 接着下一个人也这样做 坡动声 砰的一声 椅子一动的声音像波浪一样 在人群中蔓延开来 李思音的一个举动 就让房间里一半的猎人都动了起来 她耸了耸肩 脸上的防毒面具微微倾斜 好像在说现在满意了吧 这一点都不好 车一仔握紧了颤抖的拳头 由于不能大喊 她所有的愤怒都集中在了手上 她上一次对李思音这么生气 是什么时候 可能是在醒酒汤餐馆的时候 那时李思音在捣乱她的声音 但是再引起更多的关注 就更麻烦了 如果她在这里发脾气 明天可能就会有另一篇文章 比如聚在会议室击倒李思音 车一仔尽力表现的一切正常 坐在了李思音为她准备的座位上 她听到耳边传来一声低笑 就在这时 看起来大家都到齐了 甚至还有一些熟悉的面孔 我来晚了吗 不 你来得正好 哈哈 你们一定都像往常一样努力工作 哇 今天的会议室真令人印象深刻 宋祖贤带着和蔼的笑容走进了房间 幸运的是 大家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了她身上 现在他们不再是焦点 车一仔把手放在大桌子下面 伸出食指 用力地按在自己的大腿上 在肉上写字 用力之大足以引起疼痛 你想死吗 李思音猛地转向车一仔 车一仔怒视着她 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 讨厌遮住自己脸的面具 李思音的眼睛 在防毒面具的镜片下眯了起来 好像觉得这情况很有趣 李思音没有写字 而是用手指触摸车一仔的大腿 调皮地挠他 随意地画着这字形 好像在测试一支笔是否好用 或者在乱涂乱画 等等 这实际上有点 当车一仔僵住时 贤熙真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现在宋祖贤工会会长来了 大家也都到齐了 我们开始会议吧 我不会浪费你们的时间 我们只讨论必要的事情 尽快结束 宋祖贤回应道 这正是我想听到的 贤熙真冷冷地看着宋祖贤 他摆弄着拐杖的把手 温柔地笑了笑 好吧 让我们快点结束吧 哦这些无可救药的人 一手欢快的民谣旋律 在空中响起 沙沙 沙沙 磨刀实在磨刀 张美树一边磨着刀 一边听着民谣 突然伸长脖子向外看去 于是场像往常一样 碎片不断地变换着 但今天很少有迷路的流浪者 或寻找商店的顾客 今天异常安静 怎么回事 啊 有个会议 会议 他朝房间里看去 在昏暗的房间里 穿着衬衫和休闲裤的青鱼正躺着 用一个垫子当枕头 一边玩手机 从水瓶拿着的手机里 传出游戏的嗖嗖声 大人物们都聚在一起 窃窃私语 我们的大多数常客 可能都在那里 你为什么不去 你排名挺高的 不是吗 我们是流氓派系 所以不能去 那个地方只有正统派的人才能去 而且也没必要去 张美叔看到悠闲的青鱼 扎了扎嘴 为什么只有你在这里 你哥哥呢 我出来是为了不让我们亲爱的美叔无聊 我哥哥还在他的房间里 告诉他去晒晒太阳 得了吧 你了解他 对他来说 出门是一件大事 就在这时 青鱼的手机大声震动起来 他跳起来 把手机放在耳边 用温暖的语气问道 喂 哥哥 怎么了 你需要我给你带点什么吗 或者 你只是想我了 不 外面有点不对劲 不对劲 青鱼眯起了他深蓝色的眼睛 他穿上鞋子 向张美叔点了点头 迅速穿过小巷 边走边问 你说不对劲是什么意思 从陆良金站一直到这里的入口 有奇怪的人拿着牌子排队 我觉得是普罗米修斯的人 青鱼停了下来 他的声音低沉下来 牌子上写了什么 他们说 我们应该用人类的力量 阻止世界末日 不只是这里 他们也出现在了其他地方 具体在哪里 在主要的购物区 他们是为了配合大会 才这样做的吗 青鱼粗暴地抓了抓头发 开始向出口跑去 从电话里传来一个颤抖的声音 困惑地嘟囔着 他 他们怎么聚集了这么多人 网站上没有关于集会的消息 现在这不是重点 哥哥 他一走出出口 眼前看到的是 数百人穿着白色衣服 排成一场列整齐的队伍 他们疯了吗 青鱼调整了一下握着手机的手 他轻轻一弹手指 几条鲸鱼出现了 悠闲地向人群游去 然而 人们没有注意到这些鲜红色的鲸鱼 他们只是像机器人一样 静静地站在那里 他们用红色的字母潦草地写着 让我们从世界末日中拯救自己 用人类的力量战胜世界末日 末日 末日 他一看到这些字 视线就模糊了 他的头开始旋转 他周围的空气感觉更沉重了 啊 该死 青鱼低声咒骂着 靠在门框上 感到恶心 好像要吐了 他的视线摇晃着 他勉强说道 哥哥 怎 怎么了 不管发生什么 都不要出来 然后 砰 一种诡异的寂静降临了 安静地甚至听不到一丝呼吸声 把你旁边睡着的孩子叫醒 我们还没吃午饭呢 他们就已经打瞌睡了 咔哒 暗动笔尾的声音 沙沙 有人在纸上乱涂乱话的声音 稀疏 衣服相互摩擦的声音 啪 粉饼和和尚的声音 哥哥 压抑着的轻笑的声音 在悄悄传递 即使在上课的时候 教室里除了老师的声音 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噪音 我没法集中注意力 啪 他自动铅笔的铅心断了 尹秋天轻轻叹了口气 他按了一下铅笔的尾部 弹簧弹了出来 觉醒后 最让他心烦的就是这个 不得不听到他不想听到的声音 尹秋天强忍着捂住耳朵的冲动 向窗外望去 微风吹过半开的窗户 窗帘飘动着 风停了 窗帘也静止了下来 坐在窗边的多言茫然地望着窗外 脸色异常严峻 手抬起来摸着自己的脖子 他在看什么呢 那里有什么东西吗 尹秋天也顺着他的目光 向窗外看去 然后 他看到了那群 穿着白色衣服的人 用人类的力量战胜世界末日 有那么一瞬间 他倒吸了一口凉气 红色的字母 像一道闪电一样 刺痛了他的眼睛 末日 本能再向他尖叫 不能让人看到这个 但是怎么办呢 离下课还有很长时间呢 就在这时 老师敲了敲黑板 好了 好了 别再看窗外了 把注意力集中到这里 是有偶像在外面出现了 还是怎么着 尹秋天猛地抬起头 但已经太晚了 学生们的注意力 已经被吸引到了窗外 与此同时 尹秋天把自动铅笔 重重地拍在课桌上 这真让我抓狂 他从座位上猛地站了起来 然而 他在原地僵住了 天空中 一个白色的洞 闪耀着不祥的光芒 看一眼都觉得刺眼 就像直视太阳一样 尹秋天眯起了眼睛 在两次毁灭之后的第三次末日 即使时间被重置 灵魂依然不变 而在那个灵魂里 恐惧被烙印着 一种本能 一股寒意 顺着他的几两股留下来 他的为翻江倒海 冷汗直冒 他身上的每一根汗毛 都竖了起来 尹秋天慢慢地环顾四周 每个人都带着 奇怪而不自在的表情 有些人在揉脖子 有些人在揉胳膊 还有些人捂着眼睛 有些人在不安地跺脚 每个人都在触摸着 自己身体的某个部位 而且他们 似乎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尹秋天揉了揉胸口 然后突然惊恐地 把手抽了回来 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 他急忙跑到窗户边 猛地拉上了窗帘 呼的一声 一声巨响回荡着 但没有人注意到他 拉上所有的窗帘后 他紧紧地抓住白色的布料 试图喘口气 周围异常安静 他的视线开始旋转 我现在是害怕了吗 不 不是我 准确地说 是他身体里融合进去的那部分 我很害怕 经历过末日的尹秋天 很害怕 本能再警告他 末日就要来了 尹秋天急忙掏出手机 他的视线一直在闪烁 轰 一团白色的尘土 像鸡云一样滚滚升起 然后慢慢落下 巨大的山羊 被粗粗地藤腕缠住 倒了下来 将志秀把手从泥土里拔出来 拍了拍 裴远宇放下了 一直挡在身前的盾牌 一直站在后面的研究小组 冲向山羊 雇佣来的采集工会的人 也赶紧跟在他们后面 裴远宇挠了挠头 也许我应该跟着他们 我们为什么要跟着他们呢 副会长 不过 让丝英一个人去开会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要是他又把谁的肩膀 弄脱就了怎么办 那 确实是个让人担心的问题 江志秀也挠了挠头 在李丝英昏迷的时候 是裴远宇代替他 参加了理事会会议 裴远宇和大多数猎人 相处的都很好 所以没什么问题 但是李丝英 裴远宇焦虑地看了一眼江志秀 他不会挑起争端吧 这次会议不是局长 直接主持的吗 你觉得局长会任由 那种行为发生吗 但是还是 你太保护过度了 与其担心那个 不如想想午饭吃什么 醒酒汤 醒酒汤餐馆关门了 我知道 所以我话说到一半就停了 裴远宇看着山羊被稳步拆解 显得很苦恼 熟练的采集者们 小心翼翼地把山羊的皮 脚 骨头 器官和模式分开 波涛工会的研究小组 热切地看着 兴奋的脚都在挪动 江志秀无聊地打了个哈欠 嘟囔着 我们就煮点方便面吧 我懒得动了 好啊 等等 我只是担心 如果司鹰惹出什么事 局长会打电话给我们 我可不想那样 往好处想 就算你和他在一起 你也阻止不了意外发生 副会长 就在这时 研究小组的组长 匆匆走了过来 他从头到脚 穿着厚厚的白色防护服 眼睛亮晶晶的 续了一工 我们采集完了 感谢你们带我们来这里 多亏了你们 我们应该能收集到 重要的对比数据 好 干得好 还有什么需要检查的吗 上次 你们甚至还收集了石头碎片 啊 采集工会的成员 也在收集那些 哈哈 情况终于有好转了 这都多亏了副会长 你一直支持工会会长 让这次雇佣得以批准 哪里 是工会会长签的字 裴元宇挥了挥手 表示不用客气 尽管已经中年了 组长却像个孩子一样 兴奋地满脸放光 我马上把这个 拿到实验室去检查 再次感谢 好 我们也走了 两人脚步 轻快地离开了地牢 上了停在地牢入口附近的面包车 裴元宇发动了引擎 打了个长长的哈欠 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江志秀耸了耸肩 我们去吃意大利面怎么样 我不吃西式面条 好吧 那你就去吃宴席面吃到饱吧 黑色的面包车 平稳地行驶在路上 江志秀盘腿坐在副驾驶座上 开始在手机上找餐馆 一旦他把所有的西式食物都过滤掉 可选的就不多了 当然 行酒汤餐馆总是个保险的选择 但他因为去的太多 已经吃腻了 江志秀扎了扎嘴 然后他抬起头 车开得异常快 你在干什么 副会长 你想被开罚单吗 副会长 江志秀向旁边看去 裴元宇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 冷汗在他的太阳穴上闪闪发光 他紧紧握着方向盘的手 在不停地颤抖 然后 他倒在了方向盘上 面包车的喇叭大声地响了起来 搞什么鬼 这是怎么回事 副会长 裴元宇 嘿 你这个混蛋 江志秀急忙把手伸到裴元宇的身体下面 抓住了方向盘 十字路口的人行横道就在他们面前 不知为什么 路上有奇怪的白色形状 但他没时间去看 现在那不是重要的 他不能让面包车撞到其他车祸行人 该死 我甚至都没有驾照 江志秀咬紧牙关 尽可能用力地猛拉方向盘 嘎吱 他的身体被甩向一边 粗粗的疼乱突然长了出来 挡住了他的视线 他的尖叫声被刺耳的噪音淹没了 车一仔看了看他的手表 不幸的是 他看不懂时间 指针只是不停地走着 但没有给出清晰的毒术 在面具下 车一仔鼓起了脸颊 尽管被称为大会 但这次聚会却很混乱 人们声音很大 同样的观点被反复乏味地提及 大多数抱怨 来自失去了猎人的中小型工会 有人提高了声音 在这种情况下 管理局不是应该介入并找到解决办法吗 怎么 你们要等到只剩下排名者才行动吗 低排名的猎人就不算是猎人了吗 请冷静一下 别装作我们不知道 人们在嘲笑我们 说被绑架的猎人是自作自受 绝对不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你从哪里听到这样的谣言 但是 是啊 是啊 我理解你的沮丧 我们三罗工会的很多盟友工会的猎人 也被绑架了 宋祖贤带着故意悲伤的表情打断了他 他站起来 走进那个发泄不满的猎人 同情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我们 我和觉醒者管理局 已经做了各种努力来追踪他们 但我们没有找到他们的踪迹 这都是因为我们无能 我真诚地代表我们向你道歉 我真的很抱歉 不 不是那样的 宋祖贤深深地鞠了一躬 与此同时 贤熙真说话了 看来三罗工会也没有找到他们 宋祖贤直起身子 狠狠地看了贤熙真一眼 贤熙真只是摇了摇头 我的意思是 觉醒者管理局确实已经确定了绑架猎人的组织 然而 我们不能仓促地对他们采取行动 你们都听说过 在猎人中流传的那种药物吧 你们可能听说过 被称为能给猎人带来宁静睡眠的药物 车一载看了看贤熙真 然后把目光转向站在他身后的郑兵 绑架猎人的组织和制造 分发这种药物的组织是同一个 郑兵正在揉着他的后颈 不 他不只是在揉他的脖子 他在掐着他 就像在掐自己一样 他的脸色异常苍白 车一载迅速转过头看向坐在他旁边的李思英 李思英低着头 就好像随时都会倒在桌子上一样